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包明说 这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 大陆可以不登陆就击败台湾吗 美国著名的智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一向对中国的问题很感兴趣 推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专题研究报告 2023年底 他们推出的台海之战 美国惨胜论 一时间被西方媒体疯传 美国的国防部却对这份报告 没阻止什么公开的回应 可能是被说中的心思 也可能是看不起这些 不学无数却自以为是的智库 前不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又发表新报告 认为大陆完全不用发起统一战争 用海警管制海峡的交通 就能够制服台湾当局 而美国还没有办法干预 要说美国人是吃干饭的也不对 至少这一点就与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结论 是受美国传统的霸权套路的启发 而得出来的 几十年以来 美国自己擅长干的是什么 那不就是封锁和禁运吗 阻止对手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源 让其经济崩溃 民众生活无拙 到一定程度之后 不用美国亲自动手 对方自己就垮了 当然这样的套路有成有败 那要看对手是谁 中国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 就遭到了美国的严密封锁 但是中国人善意忍耐 不但没有被美国的封锁搞垮 反而刺激了中国 更加努力的自力更生将国奋斗 在很多领域还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 美国的图毛一再失败 不仅是中国 还有伊朗 朝鲜 古巴 这些国家同样长期被美国针对 但是也没有垮掉 而伊拉克的撒纳姆政权 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 则是美国人的成功案例 这两个政权 在美国的长期封锁之下 没有能够练好内功 最后崩溃了 美国的封锁 一般并不是绝对的阻断对方的海上航运 而是采取一种逐渐收缩审索的窒息的方式 伊拉克的遭遇就自为典型 海岸战争之后 美国操纵联合国搞了一个所谓的石油换食品计划 允许伊拉克每年出口大约50亿美元的石油 钱款归到一个美国人操纵的账户里面 这么一来的话 伊拉克就不能进口足够的粮食和民生物资 社会管理轴渐失灵 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伊拉克的民众已经没有杜质了 要想窒息一个经济体外部能量的注入 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海空力量 来阻结对方的物资流 美国对当年的伊拉克是有这个优势的 因此一些美国专家认为 今天的中国大陆对台湾有如无法炮制的实力 大陆和台湾是同一个国家 两岸关系绝不是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 大陆也不打算通过摧毁台湾的民生来谋求统一 相反 大陆一直是非常关心和照顾台湾经济的 但是这又无法阻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们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我们大陆研究 封锁台湾的战术和战法 他们认为大陆还仅出手阻止 和监管岛上的航运不算是封锁 只能叫做隔离 因为封锁是一种战争行为 而隔离是由执法部门主导的 控制特点区域内的海上或者是空中的交通 这样的隔离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很大 比如说以安全和环保为理由 阻止石油天然气运输船进入到台湾港口 只要一个月台湾经济就无法陈述了 美国在1979年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中 并没有规定如何应对这种战术 如果美国要干涉 那要不要动用军事力量 要不要召集日本韩国一起参与 这需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但是美国现在连大陆武统的时候 要不要出兵干涉都不敢明确的表态 那又如何应对大陆海警 在台湾海峡的正常的行政执法 美国也动用海警力量介入吗 那问题就更大了 先不说美国海岸九云队有没有能力 到一万公里之外的中国周边来执法 从法理上来讲美国至今还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动用警察力量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 那是比军事入侵严重性更大的问题 对身边的墨西哥 这种可以随便欺负的国家 美国也不敢直接派警察越境干涉 更何况中国 美国人现在很焦虑 大陆海警力量优势太明显了 是台湾海行署的几十倍 如果真的采用隔离战术 把台湾的进出口都管起来 又不影响海峡的国际航运 美国政府甚至连干涉的理由都找不到 至于大陆海警是不是斗得过台湾海行署 那我们从214事件里面 就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 智库就是纸上谈兵的 美国的各陆研究专家 老洞大开 产生各种奇思妙想 把各种可能发生情况都摆一摆 这也挺好的 至少可以让台独分子们早日决了念想 至于大陆会不会这么干呢 不知道 没准看在美国人 替我们研究的这么深透 这么深入细致 放进我们工具箱也是有可能的 最近两高三步发布意见之后 台独分子们已经是相当的惶惶无可终日了 要说这些美国人真不是个好东西 还要火上浇油 还要反复的刺激 弄得赖总统两个踏实叫做睡不成 这个话题上就评论到这里